夏天就到了 能不開冷氣嗎 晚上睡覺不開冷氣 你睡得著嗎 蔡英文你的良心 有覺醒嗎 台積電在做半導體代工 為什麼要自建天然氣機組 因為怕缺電 怕到不行 他們要現在自力救濟 下禮拜一一定會漲價 但是我們要求民生用電 要動漲 要給中小企業 用電與經費的補助 夏天就到了 有的家裡的小朋友 不敢讓他出去 請問要在家裡悶出病來嗎 能不開冷氣嗎 晚上睡覺不開冷氣 你睡得著嗎 蔡英文你的良心 有覺醒嗎 我們上個月 外食族的食品 食品的物價 漲了將近10% 我們全國月薪的不到4萬塊的 佔的比例非常的高 我就要問政府 你又要上民生電價 你要讓我們人民活得下去嗎 台積電在最近的股東會上 首度表示要投入自建天然氣發電機組 台積電在做半導體代工 為什麼要自建天然氣機組 因為怕缺點 怕到不行 他們要現在自力救濟 要自力救濟 為什麼搞到這個狀態 就是因為整個能源政策完全出了問題 民進黨政府2016年上任以來 每年年中美國商會的白皮書 都指到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電 國民黨團長期以來 就一而再再再提醒 照進市的 非核家園政策 跟不合理的綠電配比 當然後果就會讓全民來承擔 而政府官員面對即將來的電價調漲 沒有一個人要應該負責嗎 我們來看一下 在野時候的民進黨你們怎麼說 你們最喜歡搞雙重標準 我們就把你們當時在野的嘴臉 一無一時的給寫出來 2012年 蔡英文總統臉書上寫 所有物價都會上漲 尤其油價和即將上漲的電價 讓一般人民都非常的辛苦 這個政府感受人民的痛苦 跟人民的感覺 真的差很遠 十年過去了 我們也要把蔡英文總統的話 原封不動還給你 現在的格魁 當時的民進黨的主席 蘇貞昌 他講 百物飛漲 都是政府帶頭油電雙漲造成的 物價上漲之後就回不去了 所以 最常加的955000汽油 破了三十塊之後就回不去了 現在都是三十幾塊 蘇貞昌 你之前講過的話 現在是不是一樣原封不動的還給你 因為這就是你們在野的時候的主張 我們要求民進黨政府不要有雙重標準 下禮拜一 一定會漲價 但是我們要求民生用電要動漲 要給中小企業用電經費的補助 如果要保留 我們去選擇 ideally 選擇 你 你 不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